酱油的部分食材 有柠檬 辣椒 蒜头 洋葱 还有香菜 这个五样都不能缺少的 备好所有凉拌需要的辛香料 加入鱼肉柠檬汁还有糖 再放进烫熟的猪肉片裹上酱汁 强调清爽开胃的柠檬猪肉就能完成 何永妹不只拥有泰厨证照 开过餐厅的她 还是全台社团泰厨社的副社长 帮忙行销泰式料理 我们泰厨社里面大部分都是开泰式料理店 我们的目的和目标 是希望把泰国传统的 道地的泰国美食推广出来 手放在胸前来一起说 沙瓦地好不好 来 沙瓦地卡 不只精通料理 她也是个多元文化讲师 泰国文化最佳推手 拿起麦克风态度从容 掌握全局 何永妹借由新著名家庭服务中心 学习很多新技能 在这里有了展现自己的舞台 永妹真的很认真 她做PPT 然后做所有的教案 他们都很认真地在做 甚至他会跟你讨论说 我这个东西我该怎么去完成 或者说你的期待是什么 充裕的资料准备 也让学员亲手制作 泰国大象钥匙圈 透过手作更了解大象对泰国的意义 我们泰国有白象 这个白象呢 对我们泰国人来说 是一个吉祥的动物 如果是我们泰国哪一年出现白象 代表说我们泰国那一年呢 会整年都是国泰民安 不管是文化推广 还是泰式料理 何永妹要让大家知道 生活有很多太有趣的故事 透过她的专业 一定能让你更亲近泰国文化 感谢观看